这款桑果达师为您带来的随缘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这个Tagrass对战Navi的比赛是刚刚开始 在原本计划上RNG打完那场比赛以后我就休息了 但是从丽肉搏吃鸡了一场以后呢 感觉这个精神百倍啊 咱们来看一下Tagrass对战Navi的这场比赛 当然了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我感觉不完这场以后呢 感觉很疲惫 那么可能后边几场就割了 那么跟路过的观众也说一下 咱们这一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是个随缘的一场比赛 好吧能说成什么样就说成什么样 我主要是想看一下Tagrass跟Navi这两支队伍 在本届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怎么样 因为这两支队伍到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表现都是相当抢眼 可以说相当抢眼 而且这两支队伍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去迎战RNG 所以我对这两支队伍的一个状态还是比较感兴趣 说一场然后后边能不能说完 咱们随缘主要也是确实太累了 好吧提前跟大家说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Tagrass的阵容 前两手拿的是冰女和猴子 Navi则是拿出了小脚家迷团 班人方面Tagrass搬掉的是小精灵 马格纳斯和腐王第四手扳掉的一个大胜 那Navi则是扳掉了蓝胖子冰龙和凤凰 双方在前几手扳人都还是针对对方的这种 比较抢眼的酱油味 大哥你随便选 大哥你随便选 先扳酱油 赛叔你录着不行了就马上睡 吃鸡了还行 我这下午1点了 过年差不多4点了吧 他说是不是准备睡了 应该是准备睡了 应该是准备睡了 这场比赛咱们随缘好吧 播到什么份上算什么份的 按道理说应该是睡了 还是给大家布 但是我也真的是想看看这两支队伍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 尤其是这个tigers 我现在对这支队伍充满了好奇 你知道吗 这支队伍到底能够打成什么样 我现在真的很感兴趣 因为tigers在小组赛的比赛里面的这个成绩 好的有点吓人说实话 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 是2比0战胜了 小组赛我看一下 2比0战胜了RUNS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2比1战胜了RNG 2比1战胜了RNG 进到的这个胜者组 而且他们是胜者组冠军的这个身份进的 打这个RNG的那个三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直接就碾压了 直接碾压拿到了比赛胜利 然后第二场比赛呢 是RNG拖出来一个这个 又就是打了一个膀胱局87分钟 RNG赢了第三场比赛打了不到50分钟 不到50分钟获胜了 而且这个这只队伍的这个猴子 这只队伍这个猴子是真的厉害 这个一点不夸张 这只队伍这个猴子确实是很厉害 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也就是战胜这个 战胜RNG的时候 他们的阵容就是两场比赛 拿出猴子的比赛都赢了 拿出猴子两场比赛都赢了 然后在酱油的位置上呢 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 打蓝胖子这个英雄 当然他们这个蓝胖子也是打三号位 并不是打这个四五号位 三号位 Navi这样比赛在第四场拿出的是一个虚空 虚空加小小加谜团 现在缺个眼城输出 Navi这边要拿一手眼城输出 谜团这个英雄现在重新活起来以后呢 由于打四号位的话 对于团队的这个团战 他的拉大的这个效果 其实要求不是特别复杂 这样比赛Navi在拿了这个 谜团以后 对方也没有选择去拿沉默术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在第四手扳掉了沉默 第五手扳掉的是一个 后蓝支援 也就意味着他们把两个 对于谜团大招威胁比较大的英雄 酱油位全都给扳掉了 Tigers选择是在第四手 拿出了一个实灵箭式 但是现在这个阵容 没有人能够打断谜团大 没有人能打断谜团大的话 谜团这个大招随便拉 是不是有点太舒服了 现在来看 大叔这属于是大赛吗 比起TI算老几 TI是最高的级别的 但是每年就一次 除了TI以外 一共有两个级别的比赛 一个是major 一个是minor 这个是第二个级别 次锦赛 但是次锦赛的这个规模相对来说 其实并不算小 因为他的奖金就是也有30万美金 而且冠军可以直接去参加 没准 他的重要性是很高的 只不过呢 就是由于他的这个赛制分配 他的赛制分配是每个赛区 至少要有一支队伍参加 因为一共就有六个赛区 对吧 中国就是亚洲这边是中国东南亚 然后呢 欧洲是欧洲和独联铁 然后再加上这个北美和南美 一共是六个赛区 这六大赛区必须是每个赛区 至少有一个队伍参加比赛 然后但是这个比赛的规模 一共就八支队伍 所以等于只有两个赛区 可以多一支队伍出来 整体比赛的这个 整体比赛的数量并不多 这队伍数量并不多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队伍没有能够去参加 这个直接拿到major的一个资格的话 就是预选赛没有打出去的话 那么只能去选择去打这个比赛 这一次大家感觉这个整体比赛的 就是实力感觉不是很高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液体没来 液体弃全了 而且还有很多的队伍目前上处在魔盒和这个重建当中 所以现在大家看这个比赛感觉就是还没有达到他们最好的一个效果 这场比赛tikers这阵容啥意思呀 tp等于无敌呗这个队伍就是 阿杰特的猴子 莫文的失灵剑士 重担了一个听个儿 然后 GG的冰女 这阿杰特的这个名字叫做杰拉伍杰这个淘心影 那看来她的这个女朋友叫什么影 自己可能叫什么杰 那这等我估计就是杰 话说这个秀恩爱这个事情 还是需要技术 比起Ti算D中D 比起Ti算D中D 其实可以这么确实可以这么算 因为Major是Ti的弟弟 Major是Major的弟弟 那就是D中D 感谢华联星初音的圣诞办卡 今天也骗了不少办卡了 我是不是可以趁机下播了 感谢咱们观众孙红一大佬的打赏 孙红一 孙红一 应该是这么念 感谢这个观众大佬打赏 给大家说打了一瓶红牛 谢谢谢谢 这个比赛的这个赛制 第一天也是真的有点坑人 那这样比赛吧 这里刚一上来的就是 这里好像Navi是 问了一下 是不是可以把灯关上 那是早啊 早 确实早 四点多了 今天的比赛是这样啊 这个 没有中国战队的比赛 而且这个对战的双方呢 又不是特别强势的这些队伍 通常情况下我会选择跟这个咱们在直播的观众弹幕多交流一些 录播的观众呢也 见谅啊 录播的观众见谅 因为这个比赛本身 呃 在没有中国战队的情况下 又缺少像是秘密啊 什么VP啊 液体啊 包括像是人员齐备的EG啊 然后这些队伍的这个看点 所以咱们解说的时候呢 就是相对的放松一点 没有那么那么那么严格 然而液体来了也不一定会打得很漂亮 液体来了的话 最起码我们可以期盼 期盼这个液体这帮人翻车呀 液体最近翻车翻得平下来 车都没好好走过路 基本净基本净翻车了 大叔做什么大队伍 做什么大队伍 没有参加的 你是说的是个啥 什么叫做什么大队伍 没有参加的 你说为什么没有大队伍 还是想说 我猜不出来你这句话的意思 有点迷糊了 刚刚问的应该是 能不能把闪光灯关了 可能是场内照相的闪光灯吧 大叔怎么还在 我都啪啪啪完了 那说明你啪啪啪的时间短呀 我才播了11个小时 你就啪啪啪完了 不会时间长到特别精神睡不着了吧 其实就是这个状态 现在你就让我躺在床上睡的话 我睡会儿 睡着 相比赛从阵容的前期的一个分路上来看的话 这个Navi前期的分路下路的这个虚空啊 Cresslast的这个虚空 戴泽去保的话 其实戴泽现在确实是一个保人很凶的英雄 但是前提是 这边猴子换路了 把猴子换下路拿猴子过来打虚空 拿猴子过来打虚空和戴泽 冰女的位置我估计应该不会换 我们上路还是让这个狮王来在上路接着去保 中路Tinker的捕刀 目前跟莉娜去打的话 现在是三 两个人都是三振一反 Tinker这个英雄前期的攻击力其实很高的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而且这个英雄前期的这个攻击动作 挥动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个英雄 他的Hit and Array是很容易实现的 这里双弯要是进行了一波环路 还是把这个尽可能的让谜团去跟这个猴子去堆现 然后让这个虚空去跟对方的一个穿上甲去堆现 讲道理的话 你拿虚空打穿上甲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中路Tinker这个位置 血线被莉娜压得有点低 这个地方Magical还是 前提尽可能多的去利用自己的这个龙破斩 因为龙破斩这个技能 在现在智力型英雄有这个额外的一个特殊效果以后 他的这个加的这个篮量比较多 蓝量非常非常的多 力量型英雄的力量现在是加血加的特别变态 之前的这个普通的英雄一个一点力量18.7 力量型英雄的话一点力量是22.5 这个差距很大 智力型英雄也一样 虽然智力的这个加蓝的这个蓝量没有像力量型英雄加血加的那么多 但问题在于这个对剑的时候 你蓝量的增加比这个血量的增加 在消耗能力程上击杀能力程上更强一些 就是现在我们很少去见到就是这个什么敏捷型的中单啊 什么力量型的中单很少了就已经 现在力量型的中单能够去打中单的好像也就剩船长 对这个神灵武士 其他的英雄大部分英雄都会不去打中单 全都是这个法系的中单 然后就是因为现在法系的这个智力加成 确实效果太明显 甚至连宙斯什么这种万年都没怎么出场过的英雄都已经 现在中单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规配 三叔晚安 好的好的 晚安 二叔你听自己的解说就可以睡得着了 自己听自己的解说睡不着的 我肯定在想我这个地方哪说的不好 那个地方说的不太合适 哪应该找找哪应该赶 肯定会想这些东西 是确保的 开局这里是Nami拿到了一血 Nami的这个Synical的戴泽拿到一血 不过马上被猴子拿了一波单杀 中路的捕刀现在已经是被丽娜给压制住了 丽娜打这种英雄肯定是优势 射程的优势太明显了 实在是 Tinker这个家伙是一个在所有的中单里面 他也算是一个射程较近的中单 丽娜前期这场比赛呢 又是疯狂的去耗血 而Tinker要需要用自己比较多的这个蓝量 用来去怼对方丽娜 用激光去怼对方丽娜 然后去拼一下补刀 反正这场比赛还是被丽娜的这个补刀上领下了不少 不过Tinker到现在为止拿到了六个反补 这个数量不算少 四分钟拿到六个反补 这里又是让猴子继续来跟这个虚空兑现 每次调整魔来以后 这个虚空都会选择去换路 换路就找对方的这个传人甲 中路目前兑现的来说呢 丽娜已经是把对方给爆掉了 虚空的发育到现在来看的话也还不错 虽然说是一直在换路 但是补刀数不算少 猴子的反补比较多 猴子现在是有17-7的一个正反补 这个神符没有抢到 没有抢到的话呢 是让Synical再拿到一个神符 所以还在追 再拍一个地板还差一下 伤害好像不够了 要437应该打算再吸一下力量 这个吸一口死不掉的 吸一口死不掉 这个主要还是戴泽的移速优势 戴泽这个英雄前期走的比较快 对方这种追杀的话 如果没有鞋子上的一个明显优势的话 还是比较难追死 优优优独播剧场 有很多观众在说 这个钢备和伐木机这些英雄 现在登场比较少 主要是被大引刀这种道具 磕得太惨 大引刀这个东西确实有点 又是继续让换过来这两个人兑现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让这两个人兑现的原因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 迷团这个位置 虽然过来的是一个戴泽 那么这样啊 迷团暂时是没什么太大的危险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一直会选择让这个猴子 去找对方这个 呃 戴泽宝子去攻击对线 因为戴泽的这个剧毒之处这个技能 他的一个效果是可以被驱散的 也就是可以被猴子的这个神兽百变去驱散掉 所以猴子过来就找这两个人兑现 哎呦 这个拍地板 直接拍死了吧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不能够让穿战甲去跟这个 迷团去兑现 因为穿战甲的这个技能 在前期去击杀这个小迷团是很快的 这个他的伤害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达到 去快速的击杀掉对方的小迷团 所以这种对线 无论如何对于这个Navi都是不能接受的 1437这个位置呢 是血量稍微有点低 丽娜这个地方手里面是攥着一个大招 但是刚才这个血量不够 血量不够也是没有选择去冒这个险 现在双方从前期的一个对线补刀数来看的话 除了中路以外 呃 两个边路 现在tigers发育的还算是比较不错 但是中路却是被爆堆惨 丽娜的补刀 现在已经是压了这个 Tinker整整一倍 不过 不过 这个Tinker到目前位置没死过 虽然补刀是被压得有点惨 但是他没死过 等级上面被对方这个丽娜领先了 一级半左右的一个经验 呃 也算是还可以接受 这个Navi现在这场比赛 主要是在边路上面 现在打不开局面 丽娜也没有选择去边路帮忙 一直在中路站着去压制对方Tinker 因为现在丽娜不能动 丽娜如果一动的话 Tinker就开始发育 Tinker一旦把这个 线站住了的 然后去疯狂的补几波兵的话 很快可以掏出来自己的一个魂戒 他的魂戒一出 他就可以去疯狂的去刷这个机器人 在野区去收野了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满级的机器人了 七级的这个Tinker 他没有选择前期加很高等级的这个激光 去跟对方堆现一拼 而是很快的加满机器人 然后尽快的去做出魂戒 利用屏的魂戒 一个补几 然后在野区去加快自己的一个八域进度 他也不是很着急 就是我是十分钟拿出来飞鞋 还是十二分钟拿出来飞鞋 其实影响不太大 只要我的边路 就是你丽娜不走 我的边路不需要我帮忙 那么这个时候 看下丽娜的下路第一波又走 兄弟 切屏 切屏 喂喂喂喂喂喂 大哥不牵了 我下来看吧 这人也困了 这个人名字也困了 137这波被打了 一波问题不大 下路这个谜团的日子 过的还是比较艰难 看看Centico这波开悟 他是过来就找这个听个儿了 找这个听个儿 哎 半血没了 洗了一波澡 这个满机的机器人 其实伤害是很高的 这个一定是要注意一下 每一个机器人伤害是40 他这个伤害这个机器人数量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每秒是产生24个 这个伤害还是一定要留神 自己给大家切平的话 改成这样吧 下路的话比较容易观察场上的一个形式 不容易露人头 现在大骨灰和这个大引刀的破坏效果 对于肉盒来说真的是一个 太恐怖的运行事 这波拿到神符以后呢 Navi这波是空到了两个 还有一个神符 现在没有人空 这里丽娜有空了 Navi这波三符 这个地方选择是直接一张TP开溜 回到家以后呢 因为是对方没有持续掉血的一个技能 所以这波也是没滋滋的 直接回到家里 这场比赛 Tagers这个阵容 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前期对方这个TP等于无敌的这种情况 特别容易出现 因为就冰女一个冰封禁制 然后呢 就剩下的就是一个 这个穿上甲的滚隔 没了 没了 其他人没有任何人能打断对方的TP 冰女这场比赛这个加点也是有点意思 她主的冰封禁制 这个其实是挺少见的一种冰女的一个加点方式了 现在 主兵禁制的冰女 这个冰女拉这波也拉的还是挺讲究的 放了两个冰过去 47秒拉 47秒拉的时候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你想把这波冰拉得更好一点的话 就是四个冰全都拉到这个的话 那么45到46秒拉 就比较合适 但是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根据这个 就是你要是想拉满一波冰的话 看走位去调整一下就行 但是如果你想去拉到这个 只拉到最后两个冰的话 那确实是需要这个卡时间 冰女的这个冰封禁制 她的优势是 你主加她的话 她的CD会比较短 CD会比较短 至于她的持续时间和伤害 这一波弥团的一个大没有拉死的 这个大招 丽娜的一个大给瞎了呀 丽娜的 扔过来一个弥团 直接扔到这个穿上甲的滚滚上面了 滴雷滚滚上面了 这个就有点僵硬了 看下这里回头 诶 骗了一下对方的视野 这波这个冰女的走位其实很溜 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 该死还笑死 该死还笑死 呃 刚才这个位置就是 丽娜的一个大招又是打到地雷滚滚上面出现了 咱们今天之前的视频 有一期视频给大家说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她的大招有一个生效的延迟 正好是在这个0.25秒的时间内 这个穿上甲的一个变地雷滚滚的这个生效了 那么这个时候她会进入一个磨免的状态 这样的话 这个丽娜的大就等于浪费了 这样杀掉一个冰女 人头是来到2比2 那目前在等级方面还是 MEDICAL领先一些 不过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对方的猴子目前是比较非 诶 咱们用一下这个 这个家伙的欧比 上路这边暂时不会出问题 改一条小地图 狮王这个地方的墓碑被虚空A掉了 小子三其实这个位置吃了一个魔伴 然后嗅掉了小小的一个树桩子 自己再给自己买一口 看看这个谜团选择是钻树林 冰女这个地方提前往过走 这个谜团跑得好快 这个谜团走不出去了 选择是用一个凋零把这个树清开 但是再想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被默论穿上甲直接带走 猴子精进目前是全场第一 但是他第一件装备选择出的是一个先鸿盾 这个猴子第一件装备选择出先鸿盾 留住了一个本体 留住一个本体以后本体接着跑 然后呢分身那边呢也接着跑 由于小小是选择去追这个金猴子了 其他人在打这个本体 那么猴子这波的操作还是相当的柳 而且这波这个Tagas的 他的这个操作非常的好在哪呢 他是直接是本体和这个金猴子两个人同时走的 这个操作是很细腻的 扔回来了 扔回来了 扔回来以后看一下 哎呀这后排被沐文直接完成了一波双杀是什么鬼啊 这时铃剑是这波双杀什么情况啊 这里再躲一个此方的技能 这个学长生射 往回躲一下 这里再拍一个地板 一波冰箭全清 还拍到了Magic和丽娜 哎呦这个沐文的 这个穿上甲玩的可以啊 其实讲道理沐文这个选手当初在 OJ的时候就打得不错 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蝙蝠老是不加大 这个颇游骑士 他的时机不加大 然后经常会出现一些 而且这个选手他有点伤下线有点大 就是他属于是那种稍微有点神经刀的那种人 他不是特别的稳健 当初可能脱离OG跟这个颇游骑士也有关系 确实有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蝙蝠就是一天到晚的不加大 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然后后来还带起了一段时间 这个蝙蝠不加大的一个风潮 然后后来大家发现这么做果然是很蠢 然后大家就开始又回去又加大了 你滚滚又是滚出来了 滚出来的话撞一下谜团吧 没撞着没撞着的话 莫根这边应该是溜了 莫根应该是选择直接滚滚的状态溜了 身上因为现在是有提个跳刀 这里有四三即将躲没躲开 被对方一套旗能带走了这波 还想再吸一口 刚才这个胳膊肘已经抬起来了 但是呢被对方打断了 直接被打死了 这样的话人都是5比5 目前Taggers是领先这1000加的一个团队经纪 这档比赛单纯的就从阵容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Navi这个阵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输出 直接说然后再加上一个不害地板 直接跳刀开溜 清掉一波冰以后直接跳刀开溜 Tinker飞过来刷一波机型 那么Navi的这波进攻计划是搁强了 猴子这档比赛第一点装备先选 就出一千身段 其实这种猴子的出装挺 就是以前很早的时候有波侯的这种装备 这里是有点 就是神经百变把这个毒去掉 然后呢把自己的方向往对方脸上一扔 然后木韩当初的蝙蝠除了就是大家管的叫潑油骑士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当初的这个蝙蝠是不出跳刀 就是跳刀没做出来之前是坚决不加大 所以出现过最离谱的一次就是蝙蝠除了大招 然后团战的作用就是坡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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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这个人送外号坡油骑士 蝙蝠除了现在手里边是有大 但是钻着这个大招半天也是没找着合适的人 这波看到了猴子 猴子这波应该是可以杀了吧 杀不了 你看这个杀不了 为什么杀不了 就是因为一堆近战 你拿了一堆的近战 杀一个兵女放了个大 虽然说这个虚空20分钟之前的大招随便放 对吧能杀到人就行 但是杀一个兵女放一个大也着实是不赚啊 Tinker这样比赛的经济不好 现在是对于Navi来说最好的一个消息 打了17分钟5比6的一人头数两边都还是比较慎重 打的没有那么奔放 而且大哥位的装备都是选择的比较 尤其是这个Taggers 他们在前期的一个装备选择上 还是比较理智的 猴子出散尸的时间应该是会在19分半 19分半左右会拿到这把三尸 如果不杀到人的话 杀不到人的话应该是19分半 那么滚滚目前的这个装备是现在Navi比较难受的一条 这里是找到了一个猴子 猴子本体往回溜 这有谜团大招吗 没有拉 谜团没有拉大 这个位置看一下猴子反打 这时候可以拉大了 但是滚滚来到了战场 直接秒掉了谜团 这个谜团没秒以后 不过好在这个丽娜跟小小两个人冲过来是秒掉了猴子 小小这波支援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样的话现在是谜团跟猴子的一波一换一 这波打完以后 这个最开心的是谁呢 最开心的是听个 因为猴子不刷钱的 我就可以刷钱了 而且对方这个时候 五个人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地方 那么对于听个来说 我现在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刷钱的位置 话说你就进也去是什么意思呀 下路兵线啊 这时候肯定 下路兵线过去以后 找一波这个戴泽 戴泽这个位置差一点微妙 哎 这导弹 这个导弹 哎 开悟漂亮 Cinico这波操作很亮 这波这个操作很亮 当然了 其实刚才从他身上的这个灵 灵魂类的时间来看的话 有可能灵魂类能帮着打一下 当然这个我是在这个导弹 撞到他身上的一瞬间 看到灵魂类的这个 cd撞好 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开悟的这个操作还是很久 我记得滚滚好像滚不出虚空大招 是的 他滚不出去 但是呢 虚空只要一贴近就会被撞 猴子这个时候身上的装备呢 是还没有拿到自己的伞尸 应该还没有拿到自己的伞尸 因为他这波被杀了 他如果没被杀的话 他伞尸现在应该是在手里的 这波被杀了的话 这个伞尸要被拖慢大概 40秒吧 40秒到1分钟左右 魂类不挡掉了吗 魂类没有挡 刚才那波这个导弹 最后一下魂类没有挡 因为在导弹打到这个身上以后 他的那个魂类是闪了一下关 就是CD刚刚赚好 如果是被打掉的话呢 他的一个魂类是之前打的 就是Tinger刚刚避过去以后 打了这里直接一套进行 哦 这个虚空的这个大招很nice啊 不过就还是被打死了 这波有点可惜 虚空这个大招已经把对方几乎 所有人都全部都顶住了 但是最后还是被击杀掉了 原本已经有机会跳走了 但是就差那么一小点 就差那么一小点点 这位猴子在游戏的20分钟40秒的时候 拿到了自己的一个散尸 现在丽娜的经济来到全场第一 但是234全是对方的人 虚空的经济目前排在第五 跟对方Tinger的经济差不了太多 现在完全是在靠这个丽娜一个人在开始比赛 这个时候丽娜 哎这个地方Tinger被找到了 丽娜过来一个大直接击杀 漂亮 漂亮那么这样的话 Magico的丽娜呢是死血直接TP回家 自保成功 猴子替回来以后呢在找人 这个位置都是对方的眼 都是对方的眼的话也很绝望 对方一帮一堆TP也没有人能打断 人道路7比8下路的2塔呢也是快要被对方推了 哎推没推啊没推掉 好像是没推掉 猴子把对方上过2塔推了 那么丽娜这波下路2塔就已经没有能够最终成功了 我杀了一个Tinger还是很赚的 杀完这波Tinger以后 现在这个虚空的经济是超过了Tinger 这波Navi的开悟打头阵的是个带责 嗯应该是过来插眼的 应该是要插眼杀 不过自己这个地方本身是有一个眼小小 这个地方飘耀了 那边连直接扔回来一个谜团大拉住 nice Navi的这一波进攻还是相当的转 因为大招比较多 有谜团一个大 虚空一个大 这个比赛的节奏现在越来越偏向Navi这边 因为大招留在游戏的中期 他们是两个大 这两个团工的大呢 可以去就是稍微用的奢侈一点 这边1437就是被小小回来VT2连 这段时间这个小小的一个活跃表现 也是让整个场面上 呃 Navi现在打得比较的顺畅 Navi10比7的一人头数领先 看一看 这个泰格斯在猴子现在活了以后呢 也开始接着刷 因为TINGER要刷这个比较无奈 TINGER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以太 他是以太以后准备直接去出一把羊刀 TINGER在出完以太以后的这个 就是挑刀飞鞋以太以后 其实装备选择出什么都可以 一般来说出什么都可以 逆风局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逆风局 就是A仗跟大根 这两个刀卷 顺风局的话 可能出大根的概率高一些 因为逆风局对方在上高的时候 这个TINGER刷这个导弹 他刷的这个导弹的一个防守效果非常好 毕竟四发导弹跟两发导弹 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差别 石林剑士的招备选择的是在出完了跳刀 风杖加上先锋盾以后 要跟的是一个卫尸镜甲 他这场比赛没有补输出的打算 这场比赛的输出觉得有TINGER在 有这个猴子在 自己所需要做的呢 就是尽可能的硬起来 尽可能硬起来 让自己的队友有空间去出 所以选择是直接奔卫尸镜甲去 卫尸镜甲这场比赛的效果呢 应该说还是不错 这个开悟的被置 TINGER还是有点想法的 在对方的这个高地上开一个悟 插好眼开悟 然后往自己家的高地上转 这个位置过来的时候刚好 Navi还没看到 没有成功的Po 这样的话Cresslass这个位置 能不能直接给他定做 看一下这个 这个技能给的 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瞎 不过还好 不过还好 这个地方是自己的队友过来 给上了一个 这是谁出的 这个装备 冰女居然是有钱 出到了一个阿托斯 这场比赛 出到了一个阿托斯 天赋上面加了100点的石码距离 这个阿托斯打虚空 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看看这波冰女 溢住他 这里风筝吹了一下 这里 丽娜 丽娜这个位置感觉有点拖大呀 丽娜这个真的有点拖大呀 看看这哥俩怎么打顿对方的TP 带泽这个地方没有选择直接搏葬TP 被留住了 没有选择直接搏葬TP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 他的搏葬如果直接去接TP的话 应该是能走得掉的 对方的穿战甲当时的这个大招是在CD当中 风筝是之前吹了丽娜 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带泽没有去TP 而且我当时刻里点了一下这个带泽 发现了先生的那个TP是可以用的 好 这个技能给上以后 谜团大招直接拉住 小小过来VT二连 提克这边死 我去没有 直接个平AE死 谜团这边已经是有了BKB 出了一个支配以后 直接是把这个BKB给掏出来了 话说我之前一直说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观众的谜团的第一视角 全新攻略的第一视角 出没出啊后来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呀 有的时候观众给我投稿的这个我也是有的时候老是忘了 我搜一下 哦好像出了 出了 出了出了 出完了出完了 那那个是咱们观众给我的一期素材 有的时候老是欠的帐了忘了还啊 挖的坑坑老是挖完就忘了 也不是不想填就是忘了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呢 基本还是处在一个持平然后tiger小优的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这样比赛这个 呃经济的小优呢 呃就是navi到现在为止这个经济没有崩盘的一个工程应该说是他们的小小 四号位的经济帮着拉回来的2000的一个差距 大哥位的这个经济感觉差的有点略多 诶 诶 等会我想想这个小小是几号位来的 诶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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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荡抬手的第一下被兵局给了一个冰封禁制打断了 诶呦 这个tiger这一波这个跳刀真的极限啊 这个位置 现在虚空的装备这场比赛在封联以后选择是跟雷锤然后开始去做BKB 那么这样也是瞄着对方的这个 瞄着这个tiger去找机会了 小小现在身上的装备是有了跳刀引刀 然后准备再去出连击刀 这家感觉局势这么胶着 因为现在navi的阵容是想要主动去求团 但是tiger不跟你团 他不跟你团 他有他现在是靠着这个tiger在四处的带线 我不跟你团 然后呢冰女穿战甲这几个人在找你的落单的英雄给你玩单杀 虚空假面的BKB第一波 虚空的BKB第一波 看看这个第一波怎么打 他应该是想找一下这个穿战甲 跳过来以后定住 穿战甲迷团上来给他一个增握 这一套技能打 穿战甲这个位置 封上直接吹起来以后 迷团有大要拉吗 这个地方没有第一时间拉 这里穿战甲 这个穿战甲想在高地上变弹 但是被对方一个增握打的变不出来 终于变出来了 拍地板出来 不过自己的冰女是被虚空开着BKB直接锤死 那么这样猴子赶紧把自己的幻象往前拉一拉去封烟路 这波最终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对于Navi和Tigers来说都可以接受 Tigers这波是死了两个酱油 自己的穿战甲这个节奏点没有断 那么Navi则是白白拿到了对方两个人头 这波也是可以接受 虽是虽在这个虚空的大没有杀掉穆恩的这个穿战甲 但是迷团也没有放大 迷团也没有放大就还好吧 大叔会出狮王的攻略吗 狮王这个英雄不要用 路人局不要用 没有胜率的这个英雄路人局 我很少给大家去出辅助位的路人局的攻略 就是因为辅助这个位置 你要是想上分的话你就得把辅助打得跟大哥似的 就是你既不能占太多的资源 你还得离perry比赛你才能上分 这是一个很无情的一个事实 就是你把大哥保的再好 然后你发现你的这个大哥就是硬实力不如对面 就是我把你保的无解肥 然后呢你这边 比如说你把对面对线的英雄都已经拉出检验区 压出检验区了 先看一下没有人打断这个大招 没有人打断这个大招 这样呢猴子第一时间直接被秒 猴子被秒以后 有穿战甲在里面疯狂的撞一圈 输出猴子买活打第二波 这个还行 猴子让上来以后对方一群TP也没辙 也没辙 留住一个Synical Synical这里想着给自己抗一个搏葬 然后呢再拖一点时间 前排的莉娜也是没有人能够追得上 那么这一波团战最终的一个结果是 小巧加戴泽换掉了一个猴子的 加上猴子的一个买活 还是Navi小战 整体还是Navi小战 但是这波打完了以后 比较亏的是 如果让Tiger损了一个肉汉盾 猴子现在身上也是做出来了一个分身 像这场比赛就是 Navi比较占便宜的 就是在这个阶段 他可以谜团大打一波 打一波 然后呢虚空大打一波 两个大招来回用 就是不用去把两个大招 都放在同一波团战上面 这样的话容易被对方抓这个 抓这个timing 直接一波被带走 由于是武汉盾 看一下这里 Tiger是没拦了 所以能回家 再往里追这个谜团的时候 已经追不上了 猴子自己一定是接着去 在这单刷肉山 猴子单刷肉山 猴子单刷肉山 现在很容易刷 幻象自从攻击肉山 不会消失以后 猴子就从一个打肉山的苦手 能一个打入三十枪 猴子戴盾 猴子戴盾 猴子戴盾的话 就等 哎 这里丽娜找到了这个tinger 开BKB 看看队友能救下来吗 这个tinger 这波感觉是 跑不掉了 直接被A死 漂亮 丽娜这波BKB 完成了一波单杀 虚空在后排 大招定住了一个穿战甲 这个穿战甲怎么说 去场声势走一波 跳刀CD转好 直接开溜 猴子是追死了一个 Majigo的丽娜 因为丽娜在杀这个 对方的时候 已经开掉了自己的一个BKB 然后被猴子贴身 这个有点无解 这个兵女在溢柱 由于被溢柱缠绕以后 不能跳 那么这波虚空也被打死了 这一波进攻 Navi是真的有点亏 而且这两波进攻之所以一直在亏 是因为虚空每次转战的时候 都会优先的把大招找到这个穿战甲 但是 但是 有就是说 Navi这个阵容问题出在哪 就是你拿着虚空这个英雄 你的另一个输出点是个小小 你在丽娜不在的情况下 你一个小小是没办法去配合自己的最后输出的 然后小小输出不了 丽娜又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对方Tinker身上 虽然把对方杀了 但是正面战场这边由于缺少丽娜的输出 没有办法对对方造成一个有效的致死伤害 迷团的大招在上一波团战的时候已经交过了 所以他又没办法去接这个机会 这个很难拉 只说猴子在中国直接拆掉中路塔高地塔 丽娜没有买活的原因是因为迷团和虚空都没有大 他就是买活出来也不好守 也不好守 而且他买活出来了以后一个是不好守 一个是你有可能把对方直接吓跑 吓跑的话其实反而更亏 这里中路高地无损高破 不过丽娜是省了一个买活 这里一堆的幻象在追这个 还在追 好在自己对手出来以后是帮着 赶紧把这堆招蚊生物跟这个小僵尸都A死 正好双方团队的经济差来到了3000加 并且被Tigers破掉一路 这场比赛的一个主要问题 还是虚空这个英雄他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就这场比赛虽然虚空是一个大哥位的定位 但是前期的发育不顺 然后 这个英雄很难刷起来 就虚空 虚空是一个节奏一段很难补起来的英雄 这个是这个英雄特别让人难受的一件事 他的节奏就是虚空的经济来自于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己的每一个大招对对方形成的这种最好是能形成单杀 如果不能形成单杀的话 那么最好就是去尽可能少的人来分这个钱 虚空大概在正常在对线的情况下应该是8到9分钟可以到6级 然后从6级开始每2分钟放一个大 对吧 每2分钟他这个满级 一级大招是140秒 就是2分多钟3分钟放一个大 大概这个地方撞了三下对方的这个谜团 哎呦这个谜团直接被秒了 这个谜团被秒了有点尴尬呀 谜团有40多秒的波 实际上带走也没有跑掉 就是虚空每3分钟吧 咱们就说你每3分钟放一次大招 你到20分钟之前大概能放3次左右 就是放的好的话能放到4次左右 然后每一次你能够去杀掉对方的一个人哪怕是单杀一个酱油都是可以的 单杀一个酱油都没问题 这样的话你至少一次单杀能给你200多块钱到300块钱 那么你可以正常情况下是要能够多出来1000多块钱的 就是1000多块钱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大概在10分钟的时间里面 你每一分钟可以依靠杀人能多给你带来100的GPM 这个是很有效的一个收益 但是这场比赛虚空的这个大招的收益没有那么高 虽然刚才我说的这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数字 但是这个理想化的数字呢 对于虚空的英雄来说在就是4次达不到 三次比较贴谱 两次绝对没问题 大概是这么一个钱 你如果没有这个钱虚空就很容易变得很穷 就像现在这个虚空这样 他虽然一直在努力的刷 然后也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队伍去找机会 再加上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几次大招都是交到了对方穿上甲身上 然后穿上甲这场比赛很早就掏了一个先锋盾出来 这时候石林剑士已经做出来了一个晕锤 这个时候也开始补一些输出 然后顺便增加一点打断技能 穿上甲吹自己弹了虚空两次很秀 穿上甲的这个操作我在这个英雄刚出来的时候 给大家出这个攻略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个跳刀加上 吹风的这个效果 哎呦这个跳刀过来以后这是大晕锤吗 我靠我都没注意到 不对啊我刚才 我刚才看的时候他就一个晕锤啊 然后把自己身上的这个先锋盾直接就合成大晕锤了 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这波跳刀大晕锤直接秒掉了丽娜 这样双方的团队精力差拉开到了8000加 泰克斯第一场比赛呢 现在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这里留住了一个小小又是一个大晕锤 冰女最后一个V 1437过来吸了一口力量直接吸死 这个穿山甲这个英雄啊 在比赛当中如果有一支队伍的三号位啊 仅限于 尤其仅限于三号位 如果有一手绝活穿山甲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 一个很噩梦的一般的存在 这个英雄他比较 呃比较万能 就是能输出也可以去辅助 然后你要让他刷钱的刷的也很快 对吧 虚张声势加上一个拍地板 甲盾冲击一波兵 对吧 一个戳一个拍一波兵 一个戳一拍一波兵就没了 刷的也很快 你让他刷起来 然后他又可以选择 利用自己的这个钱去做成团聚装 团战的时候呢 他又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缴和战局的一个能力 同时他的这个虚张声势这个技能 在游戏的中后期 又拥有一个提供输出的 这么一个能力 很万能的一个英雄 而且他的效果很不错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 这个英雄缺点就是 第一个是想把他用好 挺费劲的 因为这个英雄的戳 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 但是很容易空 很容易空 这个技能 然后这个技能 什么时候用来进攻 什么时候用来逃生 你需要去思考清楚 一旦这个技能 该逃生的时候 你用他去进攻了 那你直接就递递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英雄 由于他的定位 不是一个主力的输出点 然后他的这个刷钱成型的时间相对较晚 这里戳 要戳了 这波是跳刀过来以后 直接一个戳 这里虚空了 你又打这个 这里给上一个逼光披风 哎呦 这伤害打的 疯了 这波已经疯了 结束了 结束了 这个Cresslice被带走以后呢 还剩一个迷团大 但是丽娜的技能 已经都交过了 丽娜的技能 已经都交过了 我得看一下 刚才这波 我其实有一个细节 没看清 就是为什么丽娜的大 没有对 没有对这个穿战甲造成伤害 这个地方我得看一下 释放了神灭斩 然后呢 造成了359点伤害 好吧不是没有伤害 是伤害太低了 在有微光披风的情况下 这个伤害太低了 低到我都没看出来 我看到微光披风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会低到这个份上 可能是也是加上这个穿战甲 比如说血量太多了 这个300多点伤害 在这个穿战甲身上的这个 这个战的比例太小了 我没看 我完全没感觉到这个伤害 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 现在应该是 看谜团最后一波大招 如果对方出来的话 看谜团最后一波大招 能不能够去找到机会 找不到机会的话 就量了 这样比赛 谜团的这个出装 也是比较丧心命狂 直接是出了个刷新球 跳到BKB 直接做刷新 很凶残的一种出装方法 很凶残 但问题在于就是 谜团的这个刷新大 它不是无缝衔接的 它中间是有一个小空档 就是在你开刷新的时候 开刷新 刷新完了重新BKB 然后再重新拉大的时候 它中间有个小空档 这个空档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不一定了 这波开悟 这波开悟其实是一个 Navi的机会 Navi的机会 这五个人现在站位很集中 看看谜团能不能拉出这个猴子 猴子这里分身以后 谜团这个BKB开出来 然后准备拉猴子 这个猴子应该是直接被秒了 漂亮猴子选择买活 但是这个时候刷新 要准备拉第二个大了吗 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这个谜团的刷新 现在Crestless是不是被留住 走不出去 这里又是一个阿托斯 定了一下小小 小小这个地方没有山崩 只能投授 扔了一个兵砸了一下 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 世王这时候选择买活 赶战场 谜团也是选择买活 这个时候谜团刷新出来 大招还没有用 但是他的BKB 他刷新出来的BKB也有用了 Tinker手里边是100羊刀 41分钟 25比18的一个人头数 这样比在Tiger Storm前为止 没有出现太多明显的失误 其实这两支队伍 你看打下来以后 给人的感觉就是 除了Navi的这个虚空 几次攻击去找对方穿战甲 一直不成功这个点以外 双方的一个失误相对来说 比较少 双方失误比较少 这个Tinker最后一级的天赋 居然是加了100点激光伤害 你没有出一张啊 没有出一张加这100点激光伤害 真的划算吗 还是下一件装备可以 现在格子是有的 格子是有的 这个瓶子是可以换出来的 迷团刷新了还可以 迷团刷新这个东西 你得找到机会放到那么多人才可以 这波打完了以后 对方的猴子在盾 这个迷团等于现在只有一个大 是 虚空现在的这个大招 因为他在大助对方的时候 只有利奈一个人可以输出 小小上不来 所以他的这个大招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迷团刚才在操作上面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就是不可以在这个刷新 迷团裸刷新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放其他技能的 因为迷团的大招的蓝号是375 刷新球的蓝号也是375 所以整个这套技能下来的蓝号 应该是一千 一百多 应该是一千一百多这个蓝号 好像是一千一百二十五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算一下吧 三七二一三五一十五 呃 一千一百二十五 对一千一百二十五的蓝量 但是如果你上来先放 这迷团所有的技能蓝号都很高 你只要不是满蓝的情况下 你什么技能都不要放 我千万不要手碎 放个技能 这个迷团没办法了 选择买了两个王国 有密法鞋的情况下是可以放一放别的技能的 就是密法鞋首先加一些蓝 第二个是密法鞋可以被删球刷新 你可以开局 呃 放大 然后放完大以后密法 然后刷新再密法再放大 这样的话蓝是肯定够的 有一些英雄像我之前 这个 有段时间这个打三号位 特别喜欢用潮汐去裹刷新 就是尽早出刷新的这个思路也是 迷团 呃 就是跳刀密法刷新 然后呢 直接在团战的时候 就是这个连接 这个技能的陷阱 虚空这个大 大住两个人很关键 但是小小上不来 你看 那就是这个BP 这个这场比赛这个BP 就是这个问题 严重到无解 几乎是严重到无解的情况 这也不停的刷新羊 虽然说有抗醒 但还是扛不住我将 这样比赛推至这回 当Navi打出这阶 让双方B3的第一场比赛呢 结束 最终的结局呢是 呃 呃 Taggers 啊 比较顺利的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还是打的比较稳健 也没有出现太多的这个 跌荡起头的剧情 而且 讲道理的话 这个Navi下一场比赛的BP 有点 有点不太好扳了 因为这场比赛 猴子是 Taggers其实对目前 比赛的一个绝活 然后呢 Tinker这个英雄 是一个非常规班选位 穿战甲也是一个非常规班选位 但是这三个英雄 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 都非常出色 然后酱油味的冰女 这场比赛 我只能给他这个阿托斯之困点个赞 阿托斯这个道具是非常克制虚空的 虚空在没有BKB和分身虎之前 一旦被这个东西定住的话 是完全跳不走的 而且阿托斯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施法距离超级远 然后控制的时间也非常的不错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的这个BO3第一场比赛结束 我是桑小达书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播到这里 咱们下场比赛见